我們來看,剛剛的第一種是自己用現有的電腦自己來做 現在呢,我們要找名家來了 開玩笑 你沒有發現很多的地方,我們中正也好 任何地方,只要是重要的場合 點兒,還有一些碑,有沒有都有名人提字 所以,我們也要想通了 如果你這個活動,你覺得很重要 找名人來提字一下 但是沒有錢沒關係,找下面這裡 來,我們往下走 走到比較下面,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全字庫 有沒有 那這個全字庫,本來它不是拿來當自行用 它是要做什麼 你們有沒有發現很多同學的名字都很有玄機 因為有些同學有特殊字的名字 甚至連打電腦是打不出來的 應該都多少,小時候到現在都有遇過那種同學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都不得已就只用替代字嘛 反正它的字打不出來 那這個呢,在護證機關也會遇到 所以,本來全字庫的目的是要解決 就是一些所謂特殊字的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用造字的方法 是只有那一台電腦看得到 別台電腦打開挖還是一樣是問號 對不對 所以呢,全字庫主要是這一塊 但是它有一個功能就是我們要的 因為它有什麼 有這個各大的書法家的那個字帖在裡面 那我們呢,不要直接進這裡面 因為這個網站是要用Java 那我們直接從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這個搜尋的 有沒有 好,你看我就從這邊來 你就從這裡打入你要找的那個字就好了 你不用擔心 古人不會寫簡體字 請問簡體字什麼時候才有的 請問簡體字什麼時候才有的 蛤 所以簡體字是國共分流之後才有的吧 所以古人沒有簡體字 你不用擔心 那比如說你看聖誕節的聖有沒有 你就查一下吧 有沒有很多 等一下齁 太快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很多人寫過這些 聖比較沒問題啦 但是你不要寫個囧啊 還是 呵呵呵 有沒有那個 可能平常比較後來才有的那些字齁 出來就沒有 有沒有發現你可以找到一些你覺得比較OK的 如果你覺得 嗯 聖 你想要用這個方式點一下 欸 請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幾種格式可以下載 那我就要問一下各位囉 PNG 大家是不是現在都認識了 請問後面這兩個你有沒有用過 第二個沒用過 輕有可原 第三個沒用過 你平常沒注意 呵呵呵 為什麼 你們有沒有用過office裡面的叫做美工圖庫 美工圖庫就是這個格式啊 WMF或EMF 因為這是微軟 我們Windows系統裡面標準的什麼 向量格式 WMF或EMF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了 EPS其實也是向量檔 也是向量檔 只有這個是點陣圖 這樣你了解嗎 那 如果你今天要用的話 我會鼓勵你用哪一個 用後面的 你知道為什麼 請問 如果你要放大縮小 又要不時針 要哪一種格式 是不是用向量的 嘿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兩個 這樣有了解的嗎 因為我們在這邊它沒有去背 所以你下載PNG 你還要自己手動去背一下 可是呢 如果是向量的 它是已經去背好的 了解 所以 我們剛剛有沒有介紹一個網站 可以把向量轉成PNG的 有印象喔 來 假設我用EPS 好不好 用WMF也可以 可能要稍微試一下 來 點下來 我兩個都試好了 來 那我下載好了 我就從這邊 剛剛有一個線上的 往上走 線上服務 下來一點 有沒有那個 這個 對不對 這個 好 那我把它按過去囉 你轉好之後就可以拿過去了 好 我現在都會偷看一下各位的畫面 確認一下你們畫面都有到位的 我才會 繼續操作下去 好 我就把它轉成PNG 好 一樣的 選好我的檔案 好 剛剛是在下載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兩個 對不對 EPS的跟這個 我先試一下EPS的 好 一樣把它選擇 如果你要比較大張的你就自己設大張一點 好 我們就把它轉檔 好 轉完了 對 一樣下載 那我另外呢 從這邊 再回去 剛剛這裡 檔案格式 好 我再轉另外一個 一樣也是到PNG 你都可以試一下 我想這個基本的方法 你會了之後 有沒有這邊一個的 對 我再轉一個這個WMF的 好 選好 最佳品質 因為下載的好處就是 我們要放大縮小都比較沒問題 好 這樣它就下載了 所以我回到這邊 你來這邊看一下 你看 我們就把它載入囉 有沒有兩個都轉出來了 我們的重點是 你可以確認一下 看哪一個 兩個有沒有都有去背 好 這個沒有去背 打開 有沒有一個去背好的 這樣你了解 反正 不是說我們不會做去背 只是 如果可以 我幹嘛要做去背 對不對 整次啊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是 您可以像這樣來稍微試看看的 好不好 所以你也可以找名家來 好 來 給你試一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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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